地缘学说从建立开始 就极其重视中东地区 中东的战略位置为何如此重要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的很明白 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集中于两个因素 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 这个基本事实 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 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炎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位置 中东地区位于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 结合部的枢纽位置 西通地中海可达大西洋 南通红海可达印度洋 北街黑海离海可至亚欧大陆腹地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指出 甚至仅仅从地理的角度讲 在整个世界战略上 也没有比中东更重要的地区 这里有多个海上枢纽要道 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 每年约有1.8万艘 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船只 通过苏伊士运河 中东出口到西欧和北美的石油 70%需要经由苏伊士运河运送 而从欧洲经由苏伊士运河 前往亚洲 比绕新南非好望角 最多可缩短67%的路程 二是霍尔木兹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位于波斯湾 与阿拉伯海之间 是全球石油运输战略通道 美国能源部称其为 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命线 每天经过该海峡的石油流量 约为1500至1600万桶 约占全球海上石油交易的三分之一 三是土耳其海峡 土耳其境内的达达尼尔海峡 和博斯普鲁斯海峡 分别扼守马尔马拉海的南北两端 并把黑海和地中海连接在一起 土耳其海峡 是世界最繁忙的水道之一 每天有300万桶原油 及几十万桶成本油经过这里 四是曼德海峡 位于西亚和非洲的交界地带 是连接红海和亚定湾的重要通道 海湾出产的原油只有经过这里 才能进入红海和苏伊士运河 最终抵达欧洲和美国东海岸 每天约有350万桶原油 通过曼德海峡 一旦曼德海峡关闭 所有船只只能通过南非好望角绕行 而随着石油时代的来临 中东作为世界石油储藏最丰富的地区 其地缘重要性空前提升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中东地区石油探明储量 不断增加 据统计 整个中东地区的油气储量 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 中东石油不仅储量大 而且油质好 开采成本低 石油能源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使得控制石油资源 成为大国称霸的基本前提 近代以来 中东地区始终弥漫着浓重的石油味 在某种程度上 中东几乎成了石油的代名词 中东地区的所有其他重要特性 和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如卡特尔 集体抵制 经济制裁 军费开支 腐败 独裁 冲突 战争 革命 外部介入等 无不与石油联系在一起 在历史上看 在长达50年的冷战时期 中东地区成为美苏超级大国的必争之地 冷战结束后 美国凭借唯一超级大国地位 加紧在中东布局 无论是克林顿时期 对两翼的双重遏制政策 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 和民主改造 还是奥巴马上台后的 与伊斯兰世界和解政策 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加强对中东的全面控制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指出 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命脉 波斯湾地区 变成为宫穴的心脏 而其附近的海上通道 则是输送血液的血管 谁控制了波斯湾和中东 谁就掌握了控制世界的钥匙 世界地缘中心和世界能源中心相互交叉 这应该是中东地区最独特之处了 中东仍是当前世界上热点问题最集中的地区 巴以问题 伊拉克问题 伊朗问题 叙利亚危机 恐怖主义 教派冲突等等 这些问题都可能直接威胁美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 而这些都迫使美国 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得不继续驻足中东 保持乃至增加